四十多歲的日本男性上班族 因為服用小林治藥的紅麴問題產品 反而賠上健康甚至動手術 而今風暴越演越烈 去年四月から十月にかけて製造した 紅麴原料から青カビから発生することがある プベルル酸と見られる物質が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 日本後生労働省接連進入小林治藥 位於大阪與河戈山的工廠進行稽查 已經關閉的大阪工廠 正是製造問題產品的源頭 有專家指出可能與生產線太過老舊 導致環境污染不無關係 光是這兩款火腿加工食品 就回收上萬份 連粉色的日本酒都讓日本民眾人情惶惶 業者無辜受累 根據日本企業情報網帝國databank調查指出 與小林治藥業務往來的企業涵蓋盛廣 連帶加工 販售到下游的採購等等 影響層面居然達三點三萬家日本企業 也難怪民眾信心全失 據瞭解 小林治藥從二零一六年開始 在大阪廠生產原料 但這處廠房早就於一九四零年投入使用 因此相當老舊 已經於去年十二月關閉 至於軟毛青霉酸 是從何時混入原料 則是下一步釐清重點 三地新聞 金水會報導 政治和士城 侍蒐生 政治和士軍 政治和士 政調 文書 政調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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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